停课不停学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陪伴您一起听故事抗议去咯 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高雄市新兴区大同国小富佑的老师们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个很有趣的自编故事哦 叫做大同宝宝的点心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有趣的故事吧 大同宝宝点心时间 这天又到了小动物们最喜欢的点心时间 小动物们一个个排队 向明杨老师领取可口美味的餐点 今天是我最喜欢吃的麻贵 太好了 对呀对呀 我也很喜欢吃麻贵哦 我都好 我都可以吃 正当大家兴高采烈的讨论着 今天好吃的点心的时候 只有一旁的小狐狸 撑着头看着气 手里的汤匙一动也不动 坐在隔壁的小河马 看到了就问他说 小狐狸 你干嘛不高兴啊 你都低着头都不吃 我不喜欢吃挖柜啦 什么 我不喜欢吃挖柜啦 挖柜很好吃 你看我都已经吃光光了 对呀对呀 就这样 小动物们陆陆续续的吃完了点心 收拾好了桌子 就分到语文区去看书咯 只有小狐狸吃不完 最后只好请老师帮忙 好的大同宝贝们来集合咯 刚刚啊我们都已经吃完点心了 现在老师想要请你们来分享一下 你们在学校最喜欢吃的点心是什么呢 好小猫咪先说 我最喜欢吃的是挂包 为什么呢 因为挂包里面都会加甜甜的花生糖粉啊 还有香喷喷的控把 甜甜香香香 很香很好吃耶 嗯 老师也很喜欢吃挂包哦 还有谁要分享的呢 老师我要说 好小肚子说 我最喜欢吃肉粽 而且要难不中哦 哇小肚子为什么喜欢吃肉粽呢 因为肉粽吃起来QQ的 里面呢有花生 香菇 虾米 米若的香气 嗯 想到我都快要流口水了 哦小肚子你感觉真的快要 口水快要流下来了耶 的确哦 肉粽也是绵羊老师家 每一次到端午节都一定会吃的传统美食哦 还有谁要分享的吗 我我要说哦 好小和马讲一次就好哦 老师就有听到了哦 好你说 我最喜欢吃挂粿了 你是说我们刚刚的点心挂粿吗 对啊 尤其是加上一点酱油膏 哦真的很好吃耶 但是小狐狸不喜欢吃 他没有吃完 他是请老师帮忙的 对耶 那小狐狸也要不要来说说看 为什么你不喜欢吃挂粿呢 嗯 因为它软软的烂烂的味道我不喜欢啊 嗯 但是小狐狸 每一种东西我们都要试试看哦 那不然老师来跟大家诉说看 挂粿的由来 或许你们就会更喜欢吃挂粿了哦 好不好啊 其实挂粿是一种代表感恩喜福的台湾小吃哦 是什么呢 因为啊 在以前的农业社会 耕田是很辛苦的 要吃到白米饭不是这么容易哦 所以以前的人啊 他做完稻子之后的稻米呢 除了平常会拿来吃之外 也会把多余的稻米都存起来 可是存放比较久的稻米 就会开始变成粉末 有一点糊糊的 所以呢 就干脆把这些稻米都磨成香 加一点点水 放在碗里面煮 慢慢的就会变成现在的挖粿咯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为什么挖粿里面会加入那么多不同种的配料呢 哦 这个就要看不同地区 不同的习惯 或者是当时家里面有什么就可以加的 依照不同地区的口味或者是喜好 会加入肉燥 香菇 蛋黄 臭肉 虾仁 等食材 就慢慢的演变成我们现在在吃的挖粿咯 原来啊 老师说的感恩喜福是因为 以前的人舍不得丢掉放太久的米 而演变出来的一种美食啊 没错没错 而且以前农村生活很辛苦 白天的时候要出去工作 而且太阳下山的时候才休息 那耕田种地呢 是很耗费体力的哦 而且常常啊 也还没有到吃饭的时间 肚子就会很饿了 所以挖粿很有饱足感 也有很高的热量 所以用挖粿来填饱肚子 就会有很多的力气可以继续工作了哦 所以啊 如果你吃挖粿的时候 心里一定要想着 祖先为了这片土地打冰 努力奋斗的辛苦哦 老师我知道了 以后我不会再挑食了 我一定会努力的把每一种食物都吃光光 尤其是挖粿 小布林加油 亲爱的小朋友 平常你有没有很喜欢吃的点心呢 或是有什么是你不敢吃的点心呢 听完了这个故事 是不是应该学习故事里面的小动物们 把碗里的点心都吃光光呢 这样才是懂得感恩喜福的好孩子哦 故事听完了 亲爱的小朋友 听完故事以后 你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跟你亲爱的家人分享哦 欢迎继续点选下一个故事